然后在讲K-means之前要先确定一下说知道这个方法它被分 它要处理的是哪一类的问题这样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在做 我们可以把问题大致分成supervised跟unsupervised嘛 那像clustering这一类它就是unsupervised 假设说我没有label的话 那我有没有办法去帮这些资料做分群 所以这是clustering在做的事情 那K-means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开始 就是可以透过就是没有label的资料 然后就把资料分群的演算法这样 所以这是它的定位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这一个unsupervised的方法 然后它的概念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它的目的呢就是如果我有一个 假设我分K群那我就有K个center 所以它这里就会称为说是cluster的center 所以这个center就是我每一群的中心点 那其实这个演算法相当很简单 它所谓的中心点呢就是假设我们是同一群 那我就以这一群的资料的mean 作为这一群的center 所以这是第一个它的概念 就是要去找出cluster的center这样 那我每一个资料点呢 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群 那就用它跟每一个center的距离 如果它离某个center是最近的 那就说它跟它同一群 所以其实它就抓两件事情 它要去找center 然后利用跟center的距离去判断说 这一笔资料是哪一群 所以这是它整个overall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先用一个 就是简单的例子来带我们看一下 这个分群出来的效果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首先就是可以用那个 PsychicLearn的那个dataset 就是用它来做简单的假资料 那假设说我们一刚开始给它 就是请它帮我们生一个四群的data 那它可能就会长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假设 我们没有label嘛 所以就让它就是都是同一个颜色的 然后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先用就是PsychicLearn 它的那个package的k-means的方法的话 那它就会我们需要跟它说 请它帮我们分几群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跟它说帮我分四群 然后这时候它就用这个data去配示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PsychicLearn的就是function的话 这是它配示出来的结果 就是它会有四个center 然后呢每一个资料点都是看它 比哪个center最近 如果最近就是它如果离这个center最近 那它就是跟这个center是同一群的 所以这是这一个方法 就是大致上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就是类似这样 然后所以前面是就是overall的看一下 这个k-means想要做什么 那如果是来看它的algorithm 其它algorithm就是两个步骤 然后一直迭代 所以它的两个步骤分别是E步骤跟M步骤 然后E步骤指的就是expectation 然后M步骤是maximization 然后所谓的E步骤呢就是要去 因为它是要去expectation 所以它要去看每一个资料点 是离哪一个center最近 就是第一个E步骤 第二个M步骤是分配完之后 再重新计算同一群的命是谁 然后就这两个动作一直迭代 然后这会是它整个流程 就是一刚开始啊 我们会先random initial 比如说我也如果想分四群啊 就会先random四个点 作为我的center 然后initial完之后呢 第一个E步骤要去做 就是assign你是哪一个class的 所以像比如说这一群data 它是离这个center最近 那它就会是同个颜色 那这群data呢 它是离这个center最近 所以它就会是同一群 就是一次类推 所以这是第一个E步骤 第二个M步骤呢 它就会依据先分好的这些群之后 重新计算这个center 所以刚刚不是这一群蓝色被分配到同一群嘛 所以它就用这一些蓝色呢 就是去重新计算一个me 然后就会在这里 一次类推 重新计算一个绿色的me 然后接下来依照就是更新完的me呢 再重新分配一次 它是哪一个cluster 所以就是一次类推 最后收敛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center 当你分配那个center 是不再更新了 那就代表你的algorithm 现在是converge 那这时候我们就停止更新 然后所以就可以来看一下说 我们要怎么去写这个演算法 然后这里呢 它的那个程式呢 有用到一个scikit learning 其实它就是去帮你找最近的点啦 所以这个function呢 可以直接帮助你去assign你是哪个cluster 所以现在资料点进来 然后我们先initial 就随便 假设我有n个cluster 然后呢 我就会先把我的资料 先做任意的shuffle 然后取前面n个 作为我的initial的center 然后有了这个center之后 就开始迭代了 每一个资料点呢 它的label呢 就取自于看哪一个 它离哪一个center最近 那这就是它的label 然后这个的话 就会是去计算新的min 所以如果是一样label的 那我就取min 所以这是新的center 然后如果当我的center 跟新的center是同样一个center 那它就会break 所以就是这整个function在做的事情 那写一个这个简单的演算法呢 从刚刚就是假资料里面 你就丢进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它就可以帮你分好这个cluster 那就现在这个结果呢 其实也跟我们就是目测 希望它分的cost也是很接近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演算法 不过这个演算法就是有一些缺点 就是其实它会受你的那个rendancy给影响 就是可以发现说这个function里面呢 它有一个rc的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其实就是在决定这一个 就是你在跑这function的时候的那个rendancy 然后这个演算法呢 虽然它每一次都会保证你一定会 就是每次更新都会进步 但是你没有办法 不一定会得到global的optimal 然后这个会跟你的就是initial有关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 那如果要解决这个缺点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式 你就是多跑几个rendancy 然后可能看哪就是综合他们的结果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如果是psychic learn它的 它的那个package的话 它default会去跑10个 所以你就不会受某个特定的rendancy 影响这么大 然后那是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我们不是会去决定说 这个演算法我要有几个cluster 那那个cluster你是必须事先决定的 所以假设说在刚刚的例子 你是决定你要有六个cluster 那你就会分出 你可能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那这个到底就是是不是你要的 或者是跟你就是现实的资料 到底有没有意义的话 就不是这么好判别 所以这是它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你必须先决定 这个你要几个cluster 然后这里它有介绍几个就是可以之后可以再去看的 就是可能可以帮助你去挑选就是比较好的个数这样子 那它这里就没有再叙述这些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说 这个方法它其实只能帮你做线性的分类 所以假设你的资料是这种月弯型的 那因为它做的是线性分类 它就可以用先前提到的 比如说你就用Spectral的clustering 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用Curnal的方式 先把它变成 就是先分成高尾的资料 然后再利用它 就是用Curnal的结果来做分群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可能要小心说 如果你直接用原始的data就去做 就去用这个演算法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分出这样子的结果 然后最后一个缺点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太多 那你可能你这演算法就会变很慢 因为你必须每一个点都去看 它是分到哪一个class 然后分完之后你还要去算命 所以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可以算是可以取代的 就是你可以考虑用mini batch 所以它每一次就只看某一个set 就不会每一次都跑所有的data 所以这几个呢 是在用这个演算法的时候 可能要小心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它就有带我们看一些例子 就第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对那一些数 收写数字呢 做kmeans 那这里的做法的话 就是它用那个 那个收写辨识的data set 那那里面呢 会有1700就是7张的收写数字 然后每一个数字呢 它的pixel个数是64个 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分成10群的话 然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它这里的话会是center 会那个每一个center 因为我分10群嘛 所以我会10个center 然后每个center呢 它的pixel数呢也是64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些center呢 它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 因为这些center就是那一群的中心点 所以即使你是用就是unsupervised的 其实你也可以某种程度做到就是classification的效果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它配对 假设因为你原本是做clustering嘛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 它并不知道这是4 可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说 假设说这一群大部分人的label 都是4 你就说它这一类是4 这样子 利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来看一下说 用这个clustering 它的对数字辨识的那个label 对还错的百分比是多少的话 其实accuracy大概到了八成 这样 所以这个方法它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没有用label去chain 你就是单纯去帮他们做分群 那那样分出来的群呢 它的就是label正确的几率有大到八成 然后这是用那个confusion matrix来看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就是这里颜色比较深 就是大部分都是分对 就是中轴的话呢 横轴的话会是true label 然后中轴的话会是它分群出来的结果 然后最难分出来的呢 应该就会是八 八跟一这样子 错误比较多 像比如说它八 就会一直不小心分成零 它会把零分成八啦 然后这里它有带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刚刚刚刚刚刚刚那个上个session就有提到那个tisney的方法 它会先帮它做把data做projection 然后你可以先用tisney呢做projection 然后再来跑k-means 这时候你会发现说 那个刚刚的准确率呢 就会从八成提升到九成 所以这个概念也跟刚刚 就是假设说你想要做spectral的clustering 概念其实很像的 就是说你可以先做一些浅处理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dimension的转换啊 或者做projection啊 类似这一些的方式 然后都有机会可以提高这个演算法的就是成效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来做color compression 那它的概念就是说 原本我有一张这样子的pixel 看一下 这一张图呢 它的size是427×640×3 那也就是说它的颜色呢 有这么多个 就是它有这么多种的组合的颜色 可是呢如果我想要做compression的话 我可能就会限制它颜色的个数 这样子 那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做法呢 就是原本是427×640×3 那它就把它给先reshape 让它变成427×640 然后跟3 代表呢就是它把它看成这是27万笔的资料 那每一笔资料呢有三个维度 那每一个 比如说你每一笔 每一个pixel那个位置呢 都把它看作是一笔资料 然后那一笔资料呢 就有RGB三个feature嘛 它现在先第一个先把它plug出来 就是这里是red 然后这是green 所以这27万笔的RGB呢 的资料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这是原始的data 那因为它的目的呢 是要做color compression 所以呢这里原本是代表是有 1600万 1600万的颜色数量 比如说你颜色的可能性呢 原本有就是16个million这么多 那它现在想要把它从16个million 降成16个color 我可不可以就用16种颜色 就来代表这张图 那因为有27万笔资料嘛 所以这里就用了刚刚说的mini batch 这个function 然后我的cluster呢 因为我最后只想保留16种颜色 所以cluster的个数呢就放16 那这样子就是配置出来的结果 你就会发现说 因为你只剩16种颜色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一段区域 你可以看到它颜色都是一样的 就它这整个啊 这整个就只有16种的变化 然后再放到原始图来比对一下 就原本当然就是对比就会比较鲜明 因为你有颜色的种类比较丰富 然后这是做了compression 也就是说我如果只保留了16种颜色 那图会变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用很简单的k-means 就做到color compression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它大概就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方法的核心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知道你这个方法有哪几个缺点 然后最后就是它秀了几个 可以用这方法做到的一些应用 有问题吗 大家有问题吗 好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谢谢Sophia